你好 贝爷 哎呀 我还说啊 你好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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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出多少钱 这么大空间 这么大空间 大嘛 我怎么看看大嘛 非常大 还好吧 这个是三万六 加购置税 加购置税以后大概是可能14万多一点 然后有六万块钱是这个免息贷款 就分期付款相当于是 这个是一个老牌的 我出国之前打死 也不认为我这辈子会买的车 红旗 我中间总结过嘛 就所谓集中了制度劣势 国企东三省 对吧 这个老企业包袱沉重 又是共和国长子 没想到他们现在也幻发年轻了 我问两个问题啊 你要方便说就说 不方便说也没关系 第一这是油车还是电车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车如果是13万多的话 那么在我个人认为啊 在同等价位的同等性能同等配置的国产车和国外车的这种比较面 我认为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了 国产车还是有的 我跟你说说 国外呢 国外的估计没有 因为我在国外 本来我是看中了马自达那个CX50嘛 然后回来以后发现那车 在现在这个国产车中间就整个就不经打了 你知道 而且价格没有任何优势 他 我这次也看了嘛 他们两个设定在一起 那个车大概卖15万 长安出的 那这个我就觉得 咱们没有仔细给它砍 可能也能砍一点 但它有一东西没有啊 像这种智能驾驶啊 这些东西啊 像这种声控啊 它都没有啊 你知道吧 其实我这个问题的问题在哪 就是现在咱们国家不是电动车出口很厉害吗 对对对 吊打其他那些竞争分手 我现在觉得 他们油车也干不过我们啊 对吧 对 其实很多人 就是我看网上有人解读嘛 说欧盟这个要废掉这个电动化嘛 废掉这个 汽车电动化啊 说是中国人又走错路了 我觉得他们完全搞错了 是人家就有种领先啊 真的叫遥遥领先 就是对手都不想跟了 你知道吧 就像那个伊朗马斯克 发明了这个SpaceX垂直起降的火箭以后 你看没有一个根的 除了中国 中国那个 而且也是个民营公司 现在马上就说是做 10公里的这个垂直起降试验了 D-100米零做成了 就真的就是说 我就讲了我个人总结啊 这个回来以后我感悟感触蛮大 就是说很多这个国产的这个 国有 国内企业的创新啊 因为SpaceX本质是降低成本嘛 这太空运数的成本的降低原来等于十分之一了 这国内很多企业干了 在不同行业干了同样的事情 原来大企业认为已经很低很低的成本 还啪一下 能打个百分之八九十下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因为我经济学的嘛 所以从我们的这种专业理论来说 决定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能力的 其实就三个因素 一个是这个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 一个是这个国家民族的勤劳 对 对吧 第三呢 就是这个国家上下游的这种产业是否齐全 因为他会直接决定这个国家的制造业有没有规模效应 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说 总体来说 我找不到能够跟咱们在这个三个因素总体进行竞争的国家 对 很多人说这个我完全赞同 而且就是很多人说中国东西便宜是因为什么 人口红利或者什么低人权 我说这些人估计没有在最近这十年买过东西 买过没买过同一件物品的 像我其实出国前就喜欢折腾这些摄影的东西 我就买过三脚架 然后这次回来我又买了三脚架 我发现原来买一个就是五到八年前买一个三脚架的价格 我现在可以买三个三脚架 带两盏灯 每盏灯还带一个遥控器 减值了140多块钱给送到家 原来还是我到这个摄影店去自己上门买的 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高度自动化 然后极低的能源价格和极低的原材料价格 再加极其高效的自动化生产 没有什么可以解释这个价位了 对了 我忘了介绍了 我之前也录了一点 我说我今天要来采访一位从加拿大回流的务工人员 我们贝爷是B站上的财经大V 是的 你是搞金融的 对 搞金融的 然后学经济学出身 你到了北美应该如鱼得水 人家不都说美股是所有炒股人的终极目标吗 这么说吧 从这种操盘的难易程度来说 我之前也跟别人说过 就是说在A股混久了的人 到美股去 我不说降维打击 但至少肯定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两个股市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对美股不存在选股的问题 你就可着那几个龙头 做一下宏观判断 做一下货币政策的分析就可以了 A股因为板块分隔切换太快 但是从这种比较高的层面来说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知道对不对 海叔你要觉得说的不对 你也可以纠正我 我这个好像也不懂了 就是说从这种经济的活力和人的奋斗的上限来说 我认为全世界真正上限非常高的国家 只有中国跟美国 加拿大作为一个发达国家 它下限肯定是比中国要高一些 但是我这样的人 我不会去追求一个国家的下限 对吧 对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非常对 我最近不是发了个片子讲医疗的吗 对 然后很多人实在是找不到反驳的点了 就是说人家只要兜了个底 底层老百姓生活的没那么苦 有医疗保障 我就在想 你中产都保障不了 你真的认为底层老百姓就保障的好吗 而且现在中国想出去的底层老百姓也出不去 能出去的都是中产 对吧 像您出去之前 因为我知道的搞经济学中 尤其搞金融的 你是搞金融的 对 那都是智商超高的 数学功底就非常好的 然后你回流了 回流的原因能说一下吗 这个东西就其实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我客观的说 我也不瞒大家 不瞒海叔的粉丝 其实我们两个人的粉丝有高度的重合 是吧 对 首先我在出国之前就是计划好要回流的 因为我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各种什么价值观 或者好山好水这样的东西去移民 是正好赶上当时有一个工作机会 另外也可以比较低成本的 通过技术移民解决一下个人的身份 对吧 这个对我来说 用我常说的话 你多几个选择 不管这多出来的选择是好是坏 只要你能低成本的多几个选择 肯定不是个坏事情 对 这个我也是很赞同的 很多朋友经常说 哎呀你看他流条后路 我在想 如果你同时能够低成本的拥有一台车 又拥有一台游艇 对 你会放弃吗 然后你又付得起这个游艇的停泊费 对吧 对 这跟退路不退路其实没什么关系 你知道 嗯 所以从这个回流的目的来说呢 我就具体叫 咱们聚焦到您刚才问我回流的目的 很简单 就借着我刚才说的话 中国和美国是这个世界上 我认为奋斗空间最大的两个国家 而从我的角度来说 任何一个国家的高收入工作都是当地社会属性极强的一种职位 只有你深耕在这个国家 你成长于这个国家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这样的职位 我举个例子 一个中国人想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的难度 基本等于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混得风生水起的难度 那我觉得那我主场作战既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我为什么要去客场作战 对吧 对 说白了就是在中国这个事业发展的那个空间更大 对的 这个加拿大呢 说实话 也有些超高收入 比如说RBC的什么这个CFO 刚刚说了个丑闻嘛 对 然后一看公司 好像400多万的加币了 单家一半有200多啊 对 然后我昨天这个 看到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女士啊 介绍自己的收入和开支 她是9000加币一个月 这个收入我们一根中国比乘个五 是多少来的 五九四万五对吧 对 挺高的 但你再看她实际到手的 是有5700 然后加上因为她两个孩子 而且是婴儿期的 就这种压血雨的 你知道所以呢 她老公是全职在家带小孩 有人说 哎呀她老公可以随时赚钱 其实她不知道 你带两个小孩 而且这种这种 就是需要 需要人照顾的 也不能完全放到幼儿园的 你其实请个阿姨 你什么也不低 所以呢 然后再加个牛奶金 反正62006300 这样一算下来 就立马从4万多 变成3万多 对吧 就是我们发现 我发现这里有个 有个误区就是说算的时候 我们国人啊 中国人算收入一般都是到手的收入 对 那加拿大一般睡前收入 你发现没有 对 而且我相信就是已经在加拿大 待过一阵的粉丝啊 或者弟兄或者姐妹 你们肯定心里有数啊 这个实话实说啊 我们不吹不黑 就是说你会发现在加拿大的货币的购买力 远远低于在中国 这个我刚回来的时候感觉你知道 就是吃饭跟不要钱似的 我觉得在家做饭完全浪费了 对 这个这个真的就直接是加币 也不能说完全是1比1吧 就你乘个2 你的选择空间就无限大了 对对 你吃完粉15块钱 在这里15块钱 你也可以吃个面条或者粉 但是你如果你加到二三十 那你真的是随便选 对对就像我其实特别喜欢吃麻辣烫嘛 温哥华有杨国福 然后北京啊杭州也有杨国福 那真的就是人民币直接变成加币的单位 我当时觉得就为什么当地的中餐馆 其实在当地的华人里面属于比较奢侈的小时候 因为我们习惯了在国内100块钱吃个中餐 两个人吃个香菜馆 差不多可以解决了 在那边那就是100加币 你既然是搞金融的 也有这个购买力的观察 你觉得人民币未来会贬值吗 呃这么说吧 就是在这个到我的专业角度 我说的稍微专业一点啊 这个但是我尽可能的说 不构成投资建议 不构成投资建议 就是说呃首先有一点 美元肯定还是现在的世界货币 对啊 那么美国的国家信用支撑起来的美元霸权 暂时还动不了 所以呢 你单纯的从这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来说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综合评判这种货币的购买力的变化问题 呃所以大家可能以前也听说过这种购买力停价理论 就是按道理 一美元在全世界的能买到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 但其实这个理论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在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 你会发现这个物价天差地别 对 呃但是从这种货币的本质来说啊 信用货币的底子是什么 底子就是国家实力 国家实力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日本对美元的汇率这五年跌了50% 你会发现最近20年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对美元的汇率都在下跌 对 对吧 而中国为什么从2008年到2015年一路从8.27涨到6.0 嗯 这其实从大的逻辑来说 它是一个国家实力综合对比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小的周期 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人民币会今天在7.23 明天可能到了7.4 嗯 过几年又到了6.25 哎 这种短期周期的波动是存在的 但是只要这个国家的实力在向上 尤其是制造业支撑起来的国家实力在向上 那么我们人民币未来的这种购买力的这种强硬程度 肯定会大大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啊 我是这么个看法 那我总结一下了 就是说 其实你觉得人民币应该是往上走 对大的周期肯定是往上 对因为很多外网知道吧 一些这种博主 我觉得可能也是流量驱动的吧 因为你一讲人民币要升值了 没人看你知道吧 这种情况没人看 但你说人民币完了 汇率又垮了 赶紧赶紧转移资金 那观看量就超高 但是其实但凡你对其他货币 比如说纽币 澳币 对美元的汇率有所要了解 你就会发现人民币简直是安如磐石 真的 我也给大家提个建议啊 不管你移民移民 不管有没有海外账号 我坚决反对大家把所有的钱都转移出国外 为啥这意味着你至少首先购买力 你至少降50% 你何必呢 对不对 我再补充一下 很多朋友还不知道 你把钱你可能用合规的 不合规的方式转移出去了 你觉得万事大吉了 等你想转回来的时候 尤其是那些走不合规路线转出去的钱 你又发现很要命的问题 你回不来 对 你回不来 你哪怕走钱庄走 现在新加坡就出现了 走钱庄合法钱庄 转回国的人民币被冻结了 因为那笔钱是账钱 就他给的是干净的 这个新加坡员 但汇款公司是他也搞不清楚 控制不了 然后导到你人币账户的钱 可能是个脏话 然后这个钱被冻结了 所以这个东西吧 我从我个人的专业角度 我提个建议 法律法规之下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别去动歪心思 最典型 大家看看币安的赵长鹏 他以为在中国不能干的事情 到美国可以干 想的美 对 对 其实像你这个 搞金融嘛 一般都是看的是高层建筑嘛 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政府的逻辑啊 大差不差 正西方 我反正感觉是 中国的社会治理的很多制度 就从西方在操管 包括对宅基地的管理 以前说农村宅基地 能盖什么房子 盖几层 外里面什么样子 都管得严严实实的 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人家私有地盘 你管啥呢 我真正到了国外 自己买了个买了个house 有一块独立地才发现 你加个厕所 加个厨房 都得打报告 都得批了 所以很多人以为的 就是说 我们很小的时候也听过那句话 叫国外是法无禁止即可为 对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这种限制 到了方方面面 尤其是 咱们说实话 疫情之后 很多人说 国内政策一日多变 对吧 觉得没有什么安全感 没有什么政策的延续性 其实我们这种人 看了这种话 我都觉得很搞笑 要说这种大政方针 经济政策 内政外交的持续性 中国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尤其那些民粹国家 对吧 然后我关键 我觉得特别搞笑的是 很多移民中介 把这个当成噱头 而这些移民中介 我说的是加拿大的这些移民中介 他是受这种政府变化影响最深的这种行业 其实受害者 他居然敢拿这个东西拿来当噱头 我觉得特别搞笑 这些移民中介他自己都很清楚 他被加拿大移民局这种多变的搞死了 对吧 他只能打落牙 吞肚子 你知道吧 我想问问 就是说 您不住这里 你是出差吧 对我出差 这里面环境怎么样 嗯 怎么说呢 反正挺有人气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感觉这跟城底的房子 还没什么区别 那他国内的这种规划 包括这种设计 包括我们可以说他是雷同 但是从这种舒适感 或者说从基于这种人口密度来说 我觉得这种品质还是可以的 对啊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是22年回来的 23年7月份 23年再回来 对 我记错了 那马上还不满一年 对不满一年 你是22年做B站的是吧 我是22年年初做的B站 那我记婚了 你看我们就属于那种很多网友 犀利指出来的 属于那种人出国了 还在国内来乘流量 是中国人饭的那种人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从来不否认 我就是身攻中国 我从来没指望我能在国外混得有多好 我就是喜欢主场作战 我就是喜欢国内的生活 我哪怕在国外那四五年 我也是密切关注国内的政策 国内的投资机会 这个我从来不否认 就像有的人说你吃爱国饭 首先啊 我先声明我既不吃爱国饭 我也不吃恨国饭 我就吃我的专业饭 第二我就算有的人吃爱国饭 也比吃恨国饭强 我就是很纳闷 就是说现在很多老外都在寻求一切 可以进入中国赚中国人钱的机会 对啊 那为什么你出了国 你见识了国外的那一套 你又非常了解中国 你为什么不去赚中国的钱呢 对吧 这个逻辑上说不通了 我们知道西方都是所谓职业不分贵贱嘛 对吧 中国教授到去干南岭洗盘子 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 一种很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能够赚更多的钱 只不过从华人手里赚 就变成阶层掉落了呢 或者就没出息呢 觉得这个逻辑不能自洽 你发现没有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可以展开说 我有时候也不是很能理解这种人的思维方式 就是之前也跟您聊过 那有的人呢 在国内的医院急诊室 等两个小时就要气着跳脚 但是当他在国外啊 告诉他做手术要等9个月 而且是那种肿瘤的那种手术的时候 他会欣然接受 他一点都不闹腾 再包括前几天您可能也知道 这个列治文就温哥华的一个区嘛 要修吸毒屋 这要在中国你不要说修吸毒屋了 你修个戒毒屋估计大家都要闹翻天了 在那边居然没有多大动静 所以我不能 我无法去客观的 或者说我无法去理解这些思维方式 反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就那一个字 但这个字我不说 因为在您的视频里面 我不想抱粗口 对我们就不去生挖了 反正就是说我们觉得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嘛 人到中年对吧 经历过疫情之后 可能累了你知道吧 想移民 但是说实话 现在移民环境不太好 以前是包办婚姻 先给你婚约给你PR 你再入境 要么看不上你就拉倒 不耽误你 现在是要先自由恋爱 你先过来 拉着工天学先过来 咱们先同居 除的好就好 除的不好 或者我碰到更好的了 我随时可以翻脸 一拍两散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中年家庭 中年朋友的家庭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的不稳的因素 所以希望大家呢 这个我们也是过来人嘛 就跟大家闲聊一下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提醒海叔的粉丝 包括我自己那些 对移民有想法的粉丝 移民呢肯定是个好事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多一个选择嘛 对吧 不管这个选择是好是坏 你多了一个选择 但是记住了 第一一定要成本可控 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 第二你一定要严谨一点 要思维要完善一点 你不要听到那些 哎珊瑚的忽悠你的一些东西 你就忘记去理性评估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两个人肯定都见过大把的 拿着学签拿着工签 在那现在动弹不得 进退两难 对现在想说很多啊 嗯 这个房子低价卖了 然后过去呢付了高额的学费 中介费 所剩无几了 然后发现移民的前景不忘了 对 现在回又回不来 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呢 有时候呢 我说啊就是你移民之前 第一个呢不要受情绪的干扰 一定要就是说冷静下来以后 基于事实和逻辑去做决策 第二呢一定要考虑最坏的情况怎么办 很多喜欢孤注一致呢 为了孩子 我不烦了 但是你把孩子读书 读过国际学后在国外读 读个 读一半 然后掉半空中你又没钱了 怎么办 这个不管什么国家钱很重要 对吧 所以说到底啊 就是说什么叫客观理性啊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有的人动不动就说哎 我拿个学签过去 先过去再说 那过去再说呢 你是不是要去做个雇主担保 或者你是不是要有足够的钱 在几年没有收入之内 你要供养你孩子和你自己的生活费 那好 那加拿大啊 比如说列治文这样的地方 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你要总共花个三四年的钱 到时候雇主担保可能要花多少钱 那你现在你手头有多少钱 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你的情怀解决不了这些现实问题 对钱是不撒谎 对 我听说你在温哥华的时候还体验过生活 为了体验生活去做个男女的工作 啊 5分钟 5分钟就放弃了 5分钟放弃 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能吃苦 我能吃苦 因为我干金融工作嘛 这个平常看看盘 所以空余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结果有一天心血来潮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体验一些新鲜事物 对 我比较心血来潮 看到有一个公司招一些园艺工人 我想哎这个哪怕就为了做视频 都值得去看一下 我就去了 结果让我干嘛呢 让我去搬那种可能有十倍于国内红砖的 那种重量的那种大青砖 我试了两分钟 我觉得搞不定 我直接果断的quit 然后就非常悠哉的在旁边 看着其他的人在那干活 所以我也跟大家提个醒啊 就是说大家可能都以为加拿大的蓝领工人收入高也好 还是怎么怎么着也好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就咱们这些做办公室出身的人 你真的到了那个环境里面 你大概率是受不了的 如果你是以这样一份工作要去做雇主担保 你大概到时候就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我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最轻松的切肉工 你自己在家里 你不断的切切一个小时 不用说三个小时 你自己连续切一个小时 你试一试 再包括那些做木地板的那些地板工 他每天都要蹲在地上蹲十几个小时 哎呀 感谢贝爷分享自己在温哥华的这个真实生活 那我想问一下 像中国的那种高级白领过去之后 比如你搞金融的 你到那边之后 有没有可能重返金融业呢 我在那边其实是我去之前 就已经拿到了那边的offer 我拿到了 对 然后过去之后 就一直在机构上班 但是金融行业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松散的行业 在加拿大 所以我的经验其实不具备任何普遍的这种意义 我刚才也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高薪收入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本地属性极强的一种工作 所以你一定是成长于这个环境里的人 你才有可能得到当地的高薪 就比如说加拿大医生律师 这肯定是高薪 对吧 但是他不认你国内的医生和法律的这种专业 或者不认国内的执照 你如果想干老本行 你就得从头 从他的医学院 法学院开始读起 这个我相信没有人会这么干的 所以才会出现大把的医生律师 在那边去大统华这些超市去切肉推车 嗯 这倒是真的 就说大统华 那个停车场停的豪车全他们员工的 对 没错 然后拉的是最低薪水了 对 那你后来就是说 从加拿大回头找中国的工作好找 因为我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而且金融的东西还是比较相通的 但是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尽快回流的原因 就是说如果我再在国外搞几年 我大概就真的回不来了 这个也非常感谢我现在单位给了我这个机会 还能让我在一个比较不错的平台 一个比较高的层次继续我之前的工作 这也提了个醒 很多朋友可能就的确辞掉了国内还不错的工作 那么如果在国外碰到不如意的这种环境 对吧 或者觉得跟自己想象差比较大 其实及时止损赶紧回国 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对 跟原来直接介绍 我讲一个可能比较搞笑的想法 这个就供大家参考 当你离开了中国 比如说你离开了10年 以上你想回到国内工作 你的难度跟在国内做了10年劳 行买释放出运 想找一份国内的工作的难度 我认为基本是一样的 等于说很多朋友就老问我 读这个专业好不好做工作 读那个专业好不好做工作 其实你这个话 你这个比喻我觉得很形象 如果你是应届生还好 如果你是个中年人 你那里就读了个一两年书 你就指望能把人家那种10年20年的社会的经历 社会的网络给对接上去 这个其实不现实 对啊 就像我们中国现在有很多高薪收入 大家就看看我们身边这些高薪收入 都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 在这里从事 有多大概率会是一个国外的人 对吧 而且还汉语说的不是什么利落 没错 没错 所以我在这也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的决定了要走上移民这条道路 我希望这是一个严谨的理性的考虑了各种因素 考虑了风险和成分的一个决定 而不是被某些非理性情绪给把控之后的决定 大家一定都三四十岁的人了 有的年龄可能更大 对 就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会有任何一件事情 因为非理性因素而有什么好的结果的 对吧 在买彩票除外 那就纯开运气了 对 非常感谢贝爷出差途中 能够有机会跟网友见个面 我也很荣幸 因为我一直想跟你面对面的聊一聊 因为您的节目我也经常看 其实有个小秘密 我们还有共同点 我们长沙老乡 对我们都是长沙人 长沙人 严敏真神 好谢谢 谢谢贝爷 谢谢贝爷